谁能够想象富裕的台湾 其实有很多家庭 很多角落缺乏棉被 在彰化有善心人士 就发起了带用棉被的活动 募集了很多棉被 转送给贫苦的民众 希望他们在寒业当中 能够有个好棉 轻薄的被子上头五彩颜色 早已吞色 下面的毛毯也发黄了 73岁的阿嬷这条被子 已经盖了十多年 没钱买棉被 每年就凑合着盖 一拿到这条厚厚的暖被 阿嬷感慨 又感动地哭了 你们这样大家帮忙 真多小 没啦 没啦 你们不要相信 有你们在人家叫这个 而这户人家的状况更不好 72岁的阿公 一个人住在货柜屋里 薄薄的铁皮 哪能挡得住寒流冷风 冬天一到 整个室内宛如一台冰箱 多亏待用棉被 今年冬天 阿公终于不用再受冻了 今天天气很冷 那些新的米花 就要加了 好 好 谢谢 上连写棉被送温暖 下连写棉被募集中 横批则写着三个大字 捐待用 这样的海报放在店里 活动发起人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参与待用棉被的活动 比较疲惯的人 不知道要如何 不知道要过这个寒冬 所以都 找一些好朋友 一起做这个活动 义工们拆开一件又一件的厚被子 拿给有需要的人 小小的房间里 摆设的家具虽然简陋 但有了这些带用棉被 今年冬天肯定 温暖又温馨 记者传门会在彰化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